近日是有市民去我们普通科门诊 交样本收集包 都需要一些比较久的时间 才收到我们的检测报告 部分的市民可能都要超过一个礼拜 都未收到通知 我想和大家讲讲一些 这个检测服务的背景 主要是给一些自觉有风险 但是又没有病征的市民使用 在1月和2月初的时间 我们收养本包每天的数目 大概是几千个 最多都是不会多过一万个 之后就是因为农历新年之前 就放宽了社交距离措施的要求 所以其实多了不同行业的市民 利用这个途径去做检测 我们在普通科门诊 最高峰的时间 曾经派发过超过三万个样本包 而社区在那个同时 也都有在地铁站和油局那里 都有派发样本包 在普通科门诊 我们最高峰的一天 收了超过四万五千个样本包 交由我们两个外判的化验室进行化验 因为社区检测的需求量 突然间大量增加 包括里面 包括普通科门诊收集的样本包 以至以及有其他社区检测的服务 我们其中一间外判的化验室 就未能够根据我们合约要求的要求 在48小时内提供检测结果 我们已经敦促有关的化验室 尽快去处理制后的个案 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同时找多了 几间其他的私营化验室 他们会由下个星期开始 逐步加入提供服务 应付目前每日增加的化验量 我们的内容 一 upon一遍 转称 计则 没有 一遍 绪于 施